哈囉大家好 我是Matt 歡迎收看電玩之夜 又是一集和大家介紹有關戰地風雲一 你不能不知的歷史知識 今天和大家介紹第一次世界大戰 法國的山地列兵部隊 德軍會這群人取了個綽號叫藍魔鬼 這支法國的精英部隊擅長於山地和城鎮作戰 分別在一戰 二戰和最近的阿富汗戰爭 都有他們的蹤跡 這支部隊最早成立於19世紀末 目的是為了防止義大利從南部的山地入侵 雖然從1859年至1870年義大利才完成國家統一 但這新興國家早已成立了自己的山地作戰部隊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打期間 法國就精挑細選了這批精英去鎮守山地邊疆 這群藍魔鬼士兵大多選拔字 法國國境的阿爾卑斯和比里牛斯山脈 所以出生地也讓自己的身子骨能習慣高地氣候的作戰方式 特色是成員會穿著輕便的深藍色制服 和有點類似蘇格蘭高頂原貌的特殊貝雷帽 上頭還相有獵人標誌的金色軍號角圖示 在茂密的森林地形能在前頭為一般部隊開路 同時還需要背負大砲和機槍 翻越這些幾乎垂直的高聳峭壁 在接近攝氏零度的氣溫下行軍和過夜 通常無需毯子等保暖裝備 在大雪和部隊自己攜帶的火炮掩護下 通常會出乎德軍意料地突襲這些一手難攻的防守陣地 此部隊無謂的步兵衝鋒有點類似德軍風暴兵的戰術 而且還有一個有趣的傳統就是 法國的獵兵之間不直接說紅色 而會說櫻桃藍代表自己的深藍色制服所染的鮮血 看似劍不可摧的形象和不會留下敵方任何俘虜的無情 但這群人私底下同時也須具備有最高的品德和節操 所以在一戰期間這些精英士兵在法國享有盛名 甚至橫跨大西洋紅到了美國 成了為西線戰場募款的活招牌 他們深藍色的制服和特殊貝雷帽的形象 深深繞印在大眾的腦海中 美國著名的作曲家歐文·柏林在歌詞中形容他們 堅強而勇敢最動人的這群魔鬼 這群來自法國的藍魔鬼 其中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的杜克大學 這支部隊的傳奇色彩有存 在藍魔鬼訪美巡迴期間 杜克大學正在尋找體育賽事的吉祥物 剛開始這項提議未受重視 但隨著戰爭開打越來越多自己的大學學生加入歐戰 學校終於是在1920年代將藍魔鬼的藍白形象 加入了自身的校園體育文化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美軍的88步兵師在義大利的高山行動也承襲了藍魔鬼的稱號 到了現代此部隊在法國依然還是山地滑雪作戰的專家 不過和一戰的士兵相比現在的法國高地軍團通常會有全地型的載具代步了 在遊戲中醫療兵的M1907也有向藍魔鬼致敬的精英圖裝 今天對於法國藍魔鬼精英部隊的介紹就大概先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集的話別忘記按喜歡或訂閱電玩之夜 真心感謝大家的支持 有任何問題或想法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討論 聲音和畫面大概先到這邊 掰掰